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有到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 大卫说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一人被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神不是远在高天不问世事 而是对我们有周详的计划 丰富的预备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为日用饮食祈求 我们思想 为日用饮食祈求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第六章 七到十三节 马太福音六章 七到十三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导文 我天父 天上的父王 愿尊你命为神 你国将临 你只与心在地 如同心在天上 赐给我们 天日用饮食 灭了我们的灾 如我灭了人的灾 引领我们不一言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拿着 因为你的国度 你的权柄 你的荣耀 祂永远 阿们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七到十三节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 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 效法他们 因为 你们没有 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 早已知道了 所以 你们祷告 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七到十三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路加福音 十一章第三节 经文说道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路加福音 十一章第三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为日用饮食祈求 许多人认为信靠神 可以得永生 却在日用饮食上 无法信靠他 这绝对是错误的 相较于神在日常生活中的 丰富供应 赦免和永生的恩惠 更是被受人的质疑 也面对更多的成见 神的供应 便及一切受造之物 相信神 赐普遍的恩惠 肯定比相信神 赐特殊之爱 要来容易 然而 既然有许多人 对神赐生活所需的 信心不足 就让我们来思想 神是多么乐意 供应我们 首先 基督已经买输了 我们的身体跟灵魂 如果神已经给了 我们最重要的 他怎么会不给 我们那些次要的呢 我们既然已经 被重价买输回来 若有人说 神不愿意 将万物赐给我们 这岂不是说不通吗 神竟然赐食物 给飞行走兽 难道 他不供应他的儿女吗 认为神 不会供应你 并支持你的工作 这种想法 十足荒谬 殊不合理 你日用了饮食 也是由天父掌权 他必定赐给你 你可以满心期待 他每天的供应 这些都是 主白白的恩典和怜悯 再说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 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神诚然喜悦我们 为属灵之事祷告 他也喜欢我们 为有益于我们 侍奉的日用饮食祈求 他知道 若缺少这些 我们将面临许多试探 所以主教导我们 要为每日的需要祷告 神许我们 每日为得着的恩典 向他献上感恩 退居旷野 采集玛纳 丰富灵粮 为羊煮羊 旷野玛纳 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 为日用饮食祈求 这个题目 神照了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之后 就对他们说 看哪 我们将遍地上 一切 结种子的菜书 和一切树上所结 有何的果子 全资给你们做食物 就让我们看见 神实在顾念 人的日用饮食 诗篇104篇27节 世人说 这都仰望你 按时给他食物 诗篇145篇15到16节 世人又说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 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神不但是按时给 而且是随时给 不但是随时给 而且是随愿给 神是恩慈美善 慷慨丰富的神 他有无限的能力 他喜欢我们 为有益于我们 侍奉的日用饮食祷告 祈求他赐下 并每日 为得着的恩典 向他献上感恩 我们所能承受的 非常有限 不论富贵或贫穷 都会使我们陷入试探 因此 要实时谦卑 倚靠神 不叫我们进入试探 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耶稣教导门徒 这样向父祷告 说 我们日用了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路加福音11章第3节是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主喜悦我们 天天寻求他的面 求他赐下 我们日用所需 他重视我们肉身所需要的 关切我们日常的生活所需 他是耶和华以乐的神 是以便以谢的神 更是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主说 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天父早已知道了 你说 既然天父早已知道了 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 为什么还要天天向他求呢 因为天父 要我们表达 我们需要他 他喜欢我们 接着祷告 开口向他求 表达我们对他的倚靠 他有丰富的预备 要我们开口向他求 好叫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出于他 我们今日成的何等人 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 他应许 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里 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 他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的需要 永远不会超过他的供应 使他护理不仅命定 会发生的事情 也命定他发生的方式 起因 跟发展顺序 神所命定的不仅是 某件事情本身的结果 他也命定了 成就这事的途径 而祷告就是神指定 实现 他命定之事的管道 所以不要忧虑 而要信服神 把你每日的需要 带到神面前 靠着祷告 告诉神 信靠天父信实周详的供应 要知道一切都是神 在引导管理 神是借着他的护理 使他的供应 临到我们 我们既不能压苗助长 也无需其人忧天 尤其是 不要为那未知 跟遥远的将来担忧 只要为今天的饮食祷告 当你祈求天父将你所需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你 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就得着天父命定 你借着祷告来领受的一切 就是他在永恒中命定 要借由你的祷告 赐给你的 我们的祷告并非求神 把他没有给我们的 这些东西赐给我们 神不听我们注重罪孽的祷告 也拒绝我们出于私欲的妄求 他要我们敬虔之足 乍看之下 向神求物质的东西似乎是自私的 但实际上 祈求我们所需用的 是对神的敬拜 因为当我们祈求神赐下日常生活所需时 就是承认 我们是倚靠他供应我们一些所需的 我们是用祷告的方式向神表明 我们晓得离了他 自己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承认他是创造的主 万物都是从他而来 是他创造并照顾万有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他 而他有一切的主权 他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着万有 他在我身上 有永恒的目的跟完美的旨意 因此 我们谦卑的为所需用的向神求 就是一种敬拜 不要以为 我无需任何外在的帮助 就可以照顾自己的一切 而向神张狂夸口 所罗门说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要晓得 我们是活在对神不断的倚靠当中的 苏纳中在一本灵修书上读到一句话 不要太急于一无所缺 除非你不想经历祷告的大能 作者说 错过了一个需要 可能就错过了一次奇迹 神让你遇到一些靠自己能力 应付不过来的事情 是要你懂得倚靠他 期待他为你施展大能 你可曾为你的缺乏感谢神 可曾为你的需要赞美主 言之 那不是你经历神应于你的祷告 见证他大能的机会吗 神喜欢我们天天到他面前来 因此 他许可一些缺乏 许可一些不确定 好叫你我知道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风那里降下来的 神许可信他的人经历物质上 供应的不确定 好叫我们紧紧抓住他 激励稀会干 但神永远不会缺乏 他不会停止他的眷顾 必要的时候 他会像柴乌鸦雕饼跟肉 给先知以利亚吃那样 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 料想不到的途径 满足我们些所需 彼得说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的时候 他必叫你升高 你们要将一些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不要把神要你做的事 看作是打扰了他 保罗说 只要凡是借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不要担心神会把你的需要 看作是唯不足道 主就是因为看重 关心你的需要 他才会要你祷告 只管为你的需要祷告 并且思想 神是多么的乐意供应你 神知道 若缺少这些 你将面临许多试探 有了这些 将有益于你的侍奉 使你不致为这些需用分心 神的工人 为神的荣耀跟施工而活 慷慨慈爱的神 难道会不看顾 不拿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神用紫阳的管道 透过紫阳的途径供应你 你事先不知道 但他必定看顾 主已经说了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不要把神当作说谎的 而要以神为乐 住在地上 天天以他的信实为良 诗篇三十四篇九到十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我们不但为日用仪式祷告 也为我们所有的需要祈求 包括得安慰 得医治 得智慧 得勇气 祷告神自我们所需 这个祈求本身就表明 我们知道 是神供应我们所需用的 并为此敬拜他 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 神会天天给我们 人的生命就不在乎 家道丰富 耶稣说 生命不生于饮食吗 饮食是为了你的生命 神会为你的生命 把日用饮食天天赐给你 以色列人在旷野 神将他们所不认识的玛纳 赐给他们 在一无所有的旷野 显明他的供应 跟他的同在 而神的原则就是 玛纳不能够囤积 而要信赖神 每一天的供应 神的恩典 天天都是新鲜的 那些没有信心 不听摩西的话 把玛纳留到早晨的 就生虫变臭了 不要什么都要拥有 你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 因为你也没有带什么来 有神天天供应你 就不要担心不够用 你的心要尽贤之足 大卫说 一个艺人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朱英说了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又说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应儿子得荣耀 神既不爱惜 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不要怀疑神能不能 朱说了 你这个放胆求 主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又说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主会按照你所要面对的日子 按照他在你身上的旨意 供应你 你信得过他 以他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约翰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 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 道会说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敬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我们的祈求 跟神的愿望一致 我们的祷告 就闭蒙阴云 你说 那是不是 我什么都不用预备 只要祷告就好 不 神没有要我们对未来抱着 无所谓 不预备的态度 他命定我们 要在他的恩典中尽力 要吃劳碌得来的 但是 不要忧虑 所罗门说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瑞典有句格言 不要让你的忧虑 高过你的膝盖 当忧虑来到膝盖的时候 就是你该跪下祷告了 要拒绝恐慌 在相信 神知道 而且神会看过的前提下 发出信心的祷告 为自己求 也为别人求 当你感到没有缺乏的时候 仍然要天天到主面前祷告 为所拥有的感谢神 不要遇到困难在祷告 而是永永远远 在圣洁 真实的神面前 存谦卑的心 时刻活在 与祂的香蕉中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每一天 每一天 所渡过的每一刻 我的长能力 深过十年 我依靠天不周向的光明 我不用再空荒与光点 她的心 她的心 其人自无可操作 她每天都有最高安好 不论 无论有多随他自爱先例 保护宗祂赐的安堂 每一天 祝自己与我相亲 每时刻 自下格外连去 我花旅 祝愿满围与担当 祂的名为 这是余权的 祂保护 祂的耳居如正宝 祂热心 必要成全这世 一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这是余权向我一去 祂保护宗祂 帮助我 当我在困难危机 让我全心心靠地隐居 让我享受的安慰的甜蜜 祂保护宗祂的安慰 帮助我 当滚固间的耐力 牵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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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每一刻 飞尸无垠 引导我 牵着我 牵着你 每一天 每一刻 飞尸无垠 引导我 牵着你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至缺乏 有你周详的供应跟保护 我们也不怕遭害 你关心我们的需要 从不务事 也不务实 乌鸦也不重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酷 你尚且养活它 我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帮助我们了解祷告的必须 明白生活的中心 不是忧愁恐慌 而是符合你的旨意 你必安排其余的细节 主啊 我们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你按照你的主权跟智慧 带领我们走 我们未曾知道的道路 帮助我们每一天 照着你命令的管道求告你 并期待你透过我们不晓得的途径 供应我们 你说 我们当寻求你的面 是的 主啊 你的面我们正要寻求 你所做的恩典多而又多 使我们能够跟人分享 按照你所做的力量服侍你 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为我们中间缺少智慧 不懂得交托的肢体仰望你 求你用你的真理启发他们 使他们在自己的不足中 看见你的充足 不叫他们因为缺乏 而落入试探 赐他们谦卑的心 懂得倚靠你 为每日的需要祷告 不要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愿你用你活泼的圣言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避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情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遭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